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都去考学 叫什么高考 高考 这不费了十多年了吗 这事怎么又翻腾出来了 可不是翻腾出来了吗 我看你媳妇的心里啊 也翻腾起来了 这几天呢 这茶不思饭不想 天天抱着书本开 你看看 你看看 今天都这时候了 还不回来 妈 她不就这样了 把看书当成诚 现在能一样吗 以前她爱看 也就是在家里琢磨琢磨 你媳妇 要是真考上大学 儿子 她就回不来了 放箭吧 妈 不管她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 她这辈子就有一身份 我胡勇的老子 你说你有家不住 你住学校算怎么回事啊 我就在学校住一个多月 时间也不长 再说学校也挺安静 也没什么干扰 那家里怎么办 一口水洗 饭谁做 你不能把这都扔给我 我跟我妈吧 我明已经都报了 现在特别紧张 学校有图书馆 我复习起来比较 比较方便嘛 你也可以在家里复习啊 我不打扰你 你愿意怎么学怎么学 就一个多月 很快的 我考完就回来了 不行 我不同意 大勇 我不同意啊 没有 不是 姑姑 你 因为残疾 高考的大门 在韩墨池面前 无情地关闭了 面对命运的再次打击 韩墨池在短暂的失落中 马上就平复了 因为眼前的思存 让他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如果他辅导思存来参加高考 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又可以给思存 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 回吧 回吧 下边不该再过来啊 好嘞 住上小心啊 好嘞 好嘞 记住了啊 中城 又进城 又帮大伙收东西的 中城 你怎么才来啊 可能搞半天了 来 这是咱们家的 这多少 多少这是 两斤 两斤是吧 行 交给你了啊 我回来摇摇啊 好 有信我告诉你啊 好 七嫂 七嫂 准备讨历啊 好 拿出我看看 来吧 不错呀 这一路上你可得当心点啊 我可说好了 一共二十四个 破一个都算你的 二十二个吧 叔叔 二十四个 一队 两队 三队 行 二十四个 给您卖个好价钱啊 辛苦你了啊 现在呀 你家是接了通天的大亲戚 我们都搭着占官 小意思 路上一定小心啊 来 张慧姐 张慧 张慧 你们家有没有什么 想卖的东西啊 让我帮你卖咯 吃的灯草灰 放的轻敲屁 你小子啊 走家窗户收这么多菜 早晚把你当偷鸡刀 把他抓起来 看你还狂不狂 抓我那个人 还没生出来呢 跟我当心点啊 放心 一定卖个好价钱 你这我单拿着 一定东西啊 放心吧啊 好 我走了 还有谁想卖菜呢 都拿出来啊 拿到城里边赚大钱啊 已经三天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 看来不才几点措施 是不行喽 瞧瞧吧 这些都是对付你的 你拿这些东西对付我 那没办了 锥子 纳鞋底子用的 专门扎赛帮子 老虎钱 拧直接盖用的 食指连心 疼啊 戒齿 打手把心 长兵器 鸡毛胆子 甭想跑 抽屁股 这些都是对付江姐的 红颜没白看 但是江姐那些比较厉害 暂时就不考虑用竹签子 老虎灯辣椒什么 看这个没有 知道这是什么 仙人球离你最紧 只要你打瞌睡脑袋往下 一沉起来就是一张大麻子脸 嘿嘿 谁 仙人球鹰鱼怎么 呃 马上说别想 是仙人球鹰鱼怎么说 快快快 仙人球 快 你让我 不 你让我想想 少扇出来 来不及了 啊 扇出来 扇出来 扇上 张开 张开 真的真的 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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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问你一刻 仙人球鹰鱼怎么说 仙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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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啊 疼死我 想起来了吗 啊 怎么说 救命啊 我想 怎么说 我没事想 我没事 这仙人球 找鹰鱼说 快点 仙人球 仙人球 快点 仙人 仙人球 我忘了 哎 老乡 哎 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些都是一些 新鲜浓物产品 要不您看看啊 行 那你跟我进来吧 好嘞 我这些是不 你这些东西 我这都要是有什么东西 我那我这都是新鲜的蔬菜啊 我那我这边是蘑菇和鸡蛋 你这都是新鲜的蔬菜啊 有鸡蛋呢 看看啊 这都今天刚下的 这鸡蛋还不错 你这有多少啊 有不多 二十四个 二十四啊 那这样 十五斤粮票 换你这鸡蛋 十五斤那才少啊 还嫌少啊 我上回十二斤 换了二十个鸡蛋呢 十二斤换二十个 真的 鸡蛋吧 比这还大呢 什么鸡蛋 鸡蛋 我跟你说这样 大姐 我这鸡蛋呀送人的 您要换就二十斤 二十斤粮票 我就把这鸡蛋给你 要不我就送人 那这样 十八斤吧 行 我送人了啊 你看你这 行行行 二十二十二十 你等会儿啊 我去拿粮票啊 行 别着急啊 你看这道题啊 你不管它怎么绕你 重点就是在这儿 思存啊 你在这儿呢 你赶紧的 帮丁妈做饭去吧 今天晚上爸爸 回家吃饭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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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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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这儿 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 怎么了 从明天开始 家务活你跟丁怡 就多担待点 我帮思存复习考大学 思存考大学 你说什么呢 这 这 这能扛商吗 当然能 有我呢 你就吹吧 有你呢 就他那个水平 不是再说他要扛商大学 谁照顾你啊 河沫迟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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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妈 你甭管的啊 我自己的事我做主 就这么决定了 决定什么呀 你们韩书记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这是很严肃认真的事 吓你出 试你出 不行 算真是 还不想要 也不想要 支援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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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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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让你安排啊 他叫什么名啊 韩叔 今天的事给您添麻烦了 但是您千万别跟思纯说 思纯可怕我给您添麻烦 我倒想问问你 你怎么会一下想起 把我们机关食堂送菜呢 我这个东西 好多人都嫌恨呢 好多人都喜欢你的东西 我就走这一道 好多人就跟我说 拿这个跟我换 拿那个跟我换 因为啥呢 咱这东西新鲜 各大 商店里都没有 那我一想 这么好的东西 你能跟他换吗 不行 送机关食堂去 吃蛋糊心的 我得是 现在看来是 这个物资供应不足 因为供应渠道比较单一 怎么能把你们的农户产品 和城市的居民生活需求 有效的架起一座桥 是问题的关键 我就从那墙上走回来的 一个月买 一个月卖 这没毛病 不一样啊 你看看 今天你所遇到的都是个人行为 我们机关食堂不一样 我们有一整套非常严格的 采购供应制度 买个菜还有制度啊 当然啦 所以以后啊 你可别冒冒失失的了 你要三天两头来一趟 你还说这一月工资都不够了 那是 那是 不过今天这个事啊 你倒是给我提了个戏了 还是有用 你不到家座的吧 我先回去了 你千万别跟四川叔啊 走了 韩叔啊 好好好 你要要再找我啊 好好好 走啊 韩叔 无组织 无纪律 一点原则性都没有 考 想起一出是一出 考 考大学 考上也没人供你 你约练 导估什么呢你 韩米歇 来吧 把门关上 怎么了 坐下 我的天啊 咋的 咋的了 这实用 看着我 韩米歇 我正式通知你 墨池要辅导私存 考大学 什么考大学 陈主任 你找我 进来 刘科长 这有个事啊 麻烦你去办一下 什么事啊 是这样 私存要准备考大学 这个报名表呢 需要公社盖个章 最近啊家里比较忙 他走不开 这事就拜托你了 好 我这就去 谢谢啊 哎 哎呀 这个墨池也真是 四孙在家里 好好地过着日子 考了大学呀 这样考了大学 以后的人生 可就变喽 我妈帮你办的 对啊 妈妈说我现在学习 不能分心 所以什么都帮我办了 又是花你最甜的 一口一个妈 一口一个妈 对啊 你妈现在就是我妈 我们结婚了 所以我得管他叫妈 怎么样 没用吧 对师长吴敬 还咆哮学堂 发写作文一天 一个小时交教 我们要准备好 不写 大行四号 一会儿 我也在会上烧挖火啊 关于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 扩大农民自留地 看叔叔 人家说您不了解农村的情况 对农民 探讨嘛 那位 我亲家一家都是农村人 陈主任 你怎么忙活上的 私存呢 私存复习功课 还要考大学 以后这些活儿都我帮你干 你干嘛去了 我去买菜 顺便去街道交了个大费 前天不是去交过了吗 前天去了没人 今天我又去了一趟 好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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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不要 不要 这一会儿我行 我看 你看看 天啊 我看不看不看 没事没事 来来来 赶快上烧 上烧 韩芊 我也给你谈谈 谈吧 墨池考大学 不对 私存考大学 墨池帮上复习 是吧 家里的这些活儿 我都帮着丁一块干 我多累多苦都没问题啊 可是你看看墨池 为了私存 你看他熬成什么样 累成什么样了 你管还是不管啊 不 这考大学呀 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大事 按道理啊 我们全家都应该 为他一个人转才对啊 想得美 你看看 你这还是没把人 还要当自己的亲姑娘对待 你这不对啊 什么亲姑娘 怎么不对 你糊涂啊 是吧 现在他帮着私存复习 考大学 私存考上了 翅膀硬了 飞了 怎么办啊 咱们墨池需要一个人 死心塌地地照顾他 要不然以后他怎么过 不 那你以为你这样 就能把他俩拴住啊 不对 那么想 一切啊 顺其自然吧 我觉得啊 他要走 那也是正常的 是 那我们干嘛呢我们 我们给别人做好事呢 你也不能这么说 我看最近 墨池这状态就非常好 如果墨池 帮着私存考上大学 那说明儿子 那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啊 他肯定有一种成就感 那不是所有人 都具备这个能力的 不是 那你让咱俩去辅导 行吗 我看那孩子连初衷都好不上 那你怎么那么有觉悟啊 我是有觉悟 对了 我得做点空闲了 送给儿子吧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要干吗呀 他父亲用得着啊 干什么呀你 送给他爸 那你带什么呀 我 我舒服就行 你舒服啊 对啊 你看 自从考上大学 说啊 儿子自豪 为此我送给儿子一块手表 他肯定高兴 他高兴我舒服 不对吗 我骄傲 杭景仙 原来我跟你说的这半天 等于是白说了 是吗 没白说呀 你看看 你看拿块手表走呢 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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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可是圆满地完成哦 辛苦了 不同意 为什么呀 你 你的意思 不是不要同意吗 我什么时候给你表达过 不同意的意思啊 你 那天你不是说 四存现在好好的生活 要考了大学 他就会变了 不是不让他考吗 谁说不让他考了 我什么时候 这么跟你说过呀 我哪有这种意思啊 变是必然的 一个乡下丫头 考上大学 长了知识 长了见识 那就得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考 大学一定得让他考 去把他变化了 那 那是登记表 重新弄一张 什么时候乱领会我的意思 我是这么讲的吗 笑容 你爱人单位来电话 说你爱人受伤了 让你赶紧回家拿钱 上医院呢 谢谢你 妈 这门怎么打不开了 怎么回事妈 怎么回事 这窗子 这门怎么回 这窗子怎么也 窗户定死了 你也不用费劲了 所有的窗户全定上了 而且定得死死的 你安静些 听我跟你说 你别怪妈啊 你要是再跑了 大勇在家里 又得丢横识破的 你就安分地在家里待着 别折腾起也没用的 跟大勇连孩子还没有的 你考什么试念什么书啊 妈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你让我出去行不行啊 柔驾 我们胡家可就大勇一条根呢 你都嫁过来了 咱家接续香火就全靠你了 你可不能光顾着自格 你要记着 你是老胡家的媳妇啊 听话 躺着去吧 歇会儿 我给你做饭去 走得真准 毕竟是上海货 真不错 肯定没有闹钟准 你懂什么呀 这是高级货 你知道我爸 用多少张工业件换的吗 还不是为了你这个 是 为了你这个 我 因为你笨啊 怕你考不上 你怎么什么事都愿意参呼呢 你还背不背书 我背得好好的 就你打岔 我怎么打岔 我这自言自语呢 我也没跟你聊天 赶紧背书 十秒钟倒计时开始 十 九 八 七 十 出奇多门 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私存 里面有我的名字 我还觉得奇怪呢 谁给你起的名字 竟然用诗经里的词 当然我爸妈取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虽然美女如云 可是并没有我的意中人 私存呢 思念啊 思念什么 思念心中想念的人 不懂 就是对心里面想念的人 念念不忘 这么简单 妈 妈妈 妈妈 妈我跟你说件事 妈 你能把这门给我开一下行吗 你别急 过几天 等那个高考过了 就让你出来 这些天哪 我接着给你做饭 洗衣服伺候你 算给你赔不是了 这总行了吧 我都打听了 你工作呀 每个月还能挣个三四十块钱的工资呢 你要读书了 一分钱没有还要倒贴 闺女啊 这天底下哪有这种糊涂账啊 妈 我跟你说啊 今天是二十一号 我得回学校领工资去 等会儿让大勇去给你领吧 不行不行 必须得本人签字 别人领不了 真的 你到时候如果我这个月不去的话 他就把工资冲到下个月了 你说我这两天都歇着 他们万一送我矿工 我今天再不去领工资 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 真的 你不信你去学校打听打听 这是学校的贵将制度 这女人哪 安分点 嫁人生仔 吃饭穿衣 最实在 读再多的书 考再大的学 它就没有用啊 你听妈的啊 叫她就没错 妈 谢谢你啊 春慧 太好了你在家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商量件事 怎么办啊 你听我说啊 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 胡勇他妈不让我参加高考 把我从学校骗了回去 把我锁屋里了 我刚从他们家跑出来 怎么这样啊 我必须想我在你们家住几天 行不行 我别的地方没地儿去了 我 可是我们家他也找得到啊 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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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去宿舍 宿舍他们也找得到啊 要不去韩家试试 去谁家 梦池家 你别逗了 亏你想得出来 我去他们家住 我 我住他们家复习高考 好 怎么想的啊你 这我去他们家 我跟你说 韩家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我就不信 他胡勇有再大的本事 敢去书记家去呢 再说了 他妈现在不是对你特别好吗 你觉得我有那么勇敢吗 你觉得我皮有那么厚吗 我住他们家复习高考 这又不是几天的事 柔家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怎么总是小事明白大事糊涂呢 你说高考现在对你 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那么多苦都吃了 这点小事想不明白 你东西在哪呢 都在宿舍呢 走 我陪你去拿去 你怕 我可不怕 走走走走 走 我送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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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跑步了 跑步 快 跑步 快 快 快 我希望能不能休息一会儿 不行 喊猛齿 大灰蛋 不用羊绵自焚蝶 你要丢头拿鞭子撑你 大灰蛋 快 喊猛齿 大灰蛋 我希望能不能休息一会儿 不行 再跑五分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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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 在喊猛齿的眼里 年轻的思春 单纯的让人心痛 他今天的严厉和苛刻 也许只有到了将来 他才会明白这一切 我已经想要保险 去 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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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帅 柔佳 柔佳 你不在家复习 你这 莫齿 四存 我要这么跟你们说一件事 柔佳在家里 实在没有办法复习了 到处夺 到处藏 我那儿胡佣也能找得到 实在没办法了 就把柔佳带到你们家了 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只要能考上 怎么都无所谓 就会 谢谢你 这个时候你能想到我 你放心吧 柔佳 你真是的 不跟你说过吗 这个家你可以随便进出 让柔佳陪你过来 走 进屋 走 我帮你拿的东西 上午部分 来来来 进来 进来 谢谢啊 妈 妈 我回来了 姐妈 你怎么回来了 刘佳姐姐也在啊 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这学校的高考辅导班呢 把风云几里地的考生都给招来了 那人多得不得了 我还不如在家给自己看书一遍 我在家里看书 那范围可没有学校那么好 高考的时间不多了 你可不能马虎 必须得给我考上 这学校也没什么好教的了 这都十多年没高考了 我看大家呀 都是蒙着头乱闯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考试会怎么样 妈 你不知道 咱们附近农场那些知青 工厂的工人 还有开车的司机 这各行各业都有 都跑到我们学校来了 是吗 这教室那个角落都站的是人 那要是这样的话 还是回家来啊 家里亲近 让你哥帮你复习复习 爸爸关 行啊 咱们家现在有三个考生了 你们都得给我考上啊 那当然了 你怎么住啊 我去跟丁怡住 让柔家姐跟秦燃住 不不不 我跟丁怡住吧 我住哪儿都没关系 都这个时候还争什么呀 就让嫂子跟我哥住一间不就行了 累了吧 累了就早点睡 我再写一会儿 你不累啊 你不知道 现在我怎么都不会觉得累 只要这次机会我能抓住的话 我觉得 让我干什么都愿意 柔家姐 你跟我说实话 我今天安排怎么住的事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不舒服了 怎么会呢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们让我在你们家复习功课 我真的已经很感谢了 那些事情都是过去的事了 不能往心里去 现在 好好地复习 然后能够争取考上大学 对我们就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就是最重要的 难道不是 上次胡云把你打成那样 你就这么原谅他了 要是我 我就不跟他过了 以前吧 总觉得很多事情很简单 其实好像不是 生活总是这样 有的时候 你越想得到的东西吧 它就越不让你轻易地得到 反正我相信一件事 只要活着 总能让你遇上一些好事的 你觉得呢 你真是这么想的 那就好 我原以为你特别柔弱 我还担心你 扛不过这些打击呢 扛不过去也得扛 要不然 我再看会儿 你累了就先睡吧啊 时间到 听别 听别 我没写完呢 听别 再写就作废了 你表快了 你还好意思怪这块表 你对得起时间吗 十几天了 姑奶奶 文科文科不行 理科理科不行 瞧瞧 空这么多 教你那些都救饭吃了 你想害死个谁呀 我没想害死谁 你 木晨 你甭管 我问你 你当时想骗我保证的 我不保证了 不保证你就出去 别影响别人 我跟你说 柔家比你强一百倍 他就能考上大学 当然能 你要是想放弃 现在就请你出去 出去就出去 你就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那么凶干吗呀 你不了解他 我跟你讲 脸皮厚着 必须得强刺激 你别说啊 比前几天又进步了 怎么着你想明白了 帮我改卷子 那你先回答我 当初是谁跟我保证 要战胜困难 超越自己挑战极限的 谁 是我保证的 那你帮我改卷子吧 排在柔家后面 不 不 不 你先给思纯改吧 不用了 我出去等 哥 你咋来了 龙贤 出来赚几个活钱 你送这么多菜过来 他们家的人怎么吃得完啊 不是送的 是咱村里边托我出来卖的 做县城啊 卖的便宜 让我去市里边卖 你不知道 咱村里边现在把你都当菩萨干了 啥事都找你 你去问问你老公公 她经常吃饭的饭店 有没有买的菜的 哎 哥 这种事我怎么开口啊 哎呀 你 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怎么能不能开口呢 咱又不是偷一刀吧 卖的是农副产品对不对 哎呀 他们都是办大事的人 怎么办你这种小事呢 啥小事啊 那村里边老少爷们一年就指着这玩意呢 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小事了 你说你刚嫁出来没几天 你怎么就小不起咱们村的呢你 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 我真办不了 你以为我真三头六臂啊 行 哎呀 你办不了啊 这不求你 哎呀 总想把你背到大 有啥好吃的吧 请你先吃 是不是 上个学也请你上 你说现在求你办点事 这给你难为的 哥 少男话读人 少男话读人 思辰 嗯 这是 这是我哥 哥 这是柔佳姐 你好 哎 你好 怎么那么多菜啊 哦 这菜是我拿进城里边卖 让他给找个销路 你看给他拿的 哎 要不这样吧 我去问问问我们食堂 反正他们每天要给很多人做饭 这么新鲜的菜 没准买还买不到呢 哎呀 不用了 你看人家姑娘多有眼力 这菜都是最新鲜的 早上栽若还有露水呢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尝尝这利子 他一个大活人 我就是想藏也藏不了啊 哎呦 你们别守在这儿了 我还要工作呢 守在这儿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住这儿了 我还 我 我就住这儿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这不是瞒不讲理吗 你说谁瞒不讲理 你说谁瞒不讲理的 我怎么瞒不讲理的 我知道 你们最近要搞什么高考 可高考再高 也不能让女人 连自个儿的男人都不要了吧 你就行个方便 告诉我柔家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昨天才过来 接替柔家工作的 怎么 柔家连自个儿的工作都不要了 不是 学校现在对高考报名的 合格老师有优待 这叫停职学习 好让大伙全力以赴做准备 我就奇了怪了 这什么考试啊 家不要了 连工作都不要了 还不止呢 报名的考生 每个月还有两块钱的营养补贴 是财政特批的 说是韩书记发了话 知识高考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谁都不许升门槛 搞破坏 你谁都不许闹 我最終完之爺 月之震